關於今日媒體報導 核廢密地向眾似無人島的議題 台電今日召開記者會做出澄清 請看以下的說明 一段時間 所謂也有聲音要入口去簽出 在這兩個條件之下 我們試著做出一條路 所謂的集中速儲存 那集中速儲存呢 坦白講就是一個蹤跡站 這裡面就是涉及到 怎麼樣去鄰居社會的公司 所以在我們在規劃裡面 絕對沒有提出任何一個地點 因為提出之後的話 顯然就是會有不同的生意出來 所以我們未來的方向 就是如果有一個平台 能夠結合大家的一個意見 譬如說政府機關的代表 政府是這個研究或是其他地方的人士等等 大家來共同討論 共同來面對這個核廢料的一個處理 希望累計共識 然後來確定一個適當的選擇 那至於這個選擇 確定了之後後續就是技術鏈 我們知道這個核廢料 在運送的時候 跟一般的核廢是不一樣的 因為有很多一色的一個運輸在裡面 所以對於船舶啊 對於交通運輸等等 一定很嚴謹的規劃 那麼至於未來 假如在一個有港灣 或者是無人島 黎安達之中無人島的地方的話 勢必要有船舶方面的運輸出 那這個船舶呢 就是特殊的一個收集建造